上世纪90年代,在土耳其的东南部边境发生过一次绍卡袭击事件 导致整个边境绍卡的40名土耳其官兵,38名阵亡两人受伤 而袭击他们呢,正是库尔德游击队 由于双方之间的恩怨情仇说起来太长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查阅一下 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今天重点来聊聊,这场袭击是如何发生的 为什么土耳其又被打得这么惨 1993年,土耳其东南部边境的卡拉伯尔前兽基地 突然被一伙库尔德人袭击了 根据情报得知,这伙武装废子的头目叫医生 是库空党有名的领导人 他们此时正盘踞在前兽基地附近 随时都有可能冲上来占据这里 收到救援任务的总部立刻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卡尔 让他带领了突击队前去支援 但刚走到一半,他们就被袭击了 两名队员当场阵亡 而他们连对方的影子都没看见 卡尔很快就意识到这次的任务凶多吉少 对方的实力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游击队这么简单了 但没想到的是,当卡尔上山以后会让他更生气 整个前兽基地的官兵一点防奔意识都没有 他们不是在睡大觉,就是在开锅地嬉闹 怪不得游击队会选择这里 为了让强颜士兵意识到危险性 他立刻让所有队员写下遗书 并且开始大肆训练他们 因为谁也不知道这场袭击何时发生 他们还会不会活着离开这里 由于高强诺的训练加上精神紧绷 时间一长,这些士兵开始出现了幻觉 有的人成小的做噩梦,有的在直前时会莫名其妙的把枪口指向队员 还有的和家人通话时气不成声 更严重的,居然把屋檐上流淌的冰水看成血水 看着队员随时都会崩溃的状态下 卡尔也给妻子拨通了电话 他原本只想报声平安 但没想到医生居然插了进来 他不断用挑衅的口吻咒骂着土耳其 试图激动卡尔出来一战 不过卡尔才不会上当 但经过仔细分析以后 他还是决定主动出击 他把前哨基地附近的区域全部搜查了一遍 确保那些石头缝中没有隐藏的狙击手 但他们搜查了好几天 一点发现都没有 于是卡尔转命策略 带着一支四人小队潜伏在来时遇袭的地方 结果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两个黑影一闪而过 一个库尔德武装分子被当场击毙 另一个女性狙击手也深受注伤 很显然这两个人正是之前伏击他们的人 卡尔把女的带回基地审问 但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医生的任何信息 不过他知道这次行动一定会激怒医生 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复仇 到时这所只有四十人的前哨基地 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大战 虽然卡尔身经百战 但面对库尔德游击队 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把医书交给副官 如果自己阵亡 好让妻子知道后事的安排 如他所料 当天晚上一个士兵刚刚拨通家人的电话 下一秒就直接回飞破赛 整个前哨基地 瞬间被突如其来的火箭在电上 一时间枪声刺起火光通天 正在寂寞中的士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阿尔大海那让众人赶紧寻找作战武器 但这帮士兵只会吃饭吹牛 当战争真正打响的时候 除了会趴在地上躲避子弹 最合事也干不了 可以说毫无战斗力可言 就算没外 港哨上的士兵占据各种优势 但他们被火力压制的根本不敢露头 只能对着枪通来源处胡乱射击 不过这一举动也很快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随后一发火箭弹就直接掀翻了他们 一人在黑暗中不断对着哨索发起攻击 并且每次射击都非常准确 而这些士兵丝毫没有感觉到异常 眼看士兵就要全部阵亡 卡尔赶紧大喊着 关掉发电机关闭灯光远离门窗 一名队员听到指示以后 立刻冲出门外朝着发电机而去 那一秒无数子弹朝他射来 尽管他已经激励躲避 但还是被击中了 不过好在阵亡前他把发电机关闭了 失去照明系统以后 库尔德游击率的攻势明显减弱 对方在黑暗中谁也不敢发起进攻 就在此时 卡尔赶紧让两名士兵爬上屋顶 瞬机发射了几枚照明弹 躲在黑暗中的游击队 这下全暴露了出来 但慢身边野的游击队人员实在是多 就算他们可以组织有效的反击 但也支撑不了多焦 本来这些士兵平时都懒散 加上卡尔的铁血模式训练 这一松一箭雨 在死尸一下就爆发了 有的士兵吓得哇哇大哭直接疯掉 有的跟随趴在地上装死 对于他们来说 谁也不想把生命留在这里 卡尔望着丧失战斗力的士兵们 急得只咬牙 但也束手无策 正当他们准备重新组织反击时 一个游击队员直接冲了进来 爆炸结束以后 整个哨所安静了下来 站在窗前的卡尔 知道这次肯定走不掉了 他也不用再躲着指挥战斗了 他穿上防弹衣 准备带领了剩下的士兵 做最后的决战 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快一个小时 40名土耳其士兵已经所剩无击 在发起反击的时候 队长和副官也深受重伤 外边的医生对这次袭击非常满意 他不但由对讲机继续挑衅卡尔出来送死 就算是有士兵为他包扎 也会被他一枪绝杀 很显然医生在打心理战 就是要活活折磨死这些土耳其士兵 对讲机里的两人更是针锋相对 你一句我一句的不断试探对方 过了一会儿卡尔也似乎知道了什么 他大可以冲进来直接解决卡尔 但迟迟不肯现身 也不发提攻击 那只有一个可能 他的游击队已经所剩无击 很快就如卡尔所料 医生慢慢的走到了他的面前 持续的半球的战斗也终于结束 整个前哨基地只剩下了两人 本部电影上映于2009年 整体的叙事风格和三二基本一样 用不断插序倒序 去掺插土耳其的爱国情怀 但这部电影的技术却差了很多 不一定是所有利用快速剪辑 营造紧张气氛的影片 都能让人看懂 我相信看过原片的人 不到最后30分钟的战斗戏 一般人都摸不懂这部电影在讲什么 几个月前我还说 他们拍摄的山系列 不如战狼和红海行动 但是看完这个主旋律的呼吸以后 给我的直管感觉 还不如宝莱乌的水平 真是一言残尽 本部电影推荐指数 两颗星实在无聊了 可以试着看看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